他被称为哥罗附近的接班人 现任WBO中量级世界拳王 目前还保持着14场全胜战绩 那么就在今天 Lys and Gentlemen 一变十五场了 阿里说这位来自德国的瓜尔蒂里 那也是世界拳王呢 怎么就被这位加尼别克打回全球学校了呢 好比赛开始 白色装裤就瓜尔蒂里 IBF世界拳王 绿色装裤就哈萨克斯坦的加尼别克 也就是说这是一场非常有排面的比赛 统一战 他都压周啊 二人在对视 我们可以看出来一个是左路 一个正架 也就是说绿色装裤的加尽别克 左撇子啊 身高182 B展182 白装裤身高1米79 目前保持不败战绩 不过在他21场的胜利当中 只有七场比赛是以KO方式 从战绩上看 不能说是重放手 那肯定是个技术流 哎 加尽别克开始玩脚下了 前手试探 后手跟上 没有 自从格陆附近淡出160磅之后 目前这个级别 关注度不是很高 所以很多人都不太认识这二位 反正的故事 今年七月份 打败前奥运银牌的获得者 争夺的IBF空圈全王 我擦擦 怎么个事 要玩毒的吗 剪几组 是不是给我剪丢了 这么快要完事吗 加尽别克呢 也是刚刚未美两场 所以这二位虽然是全王统一战 但是把这含金量不是很高 不管是谁 这个左撇子让对手很苦恼 很别扭 暴打 哎 就这么一小段 咱们再看一遍啊 加尽别克一个前手 打出去 哎 你看距离感多好 后手跟上 比赛进入第二回合 已经看出了这场比赛 毫无悬念 已经不是一个段位的选手了 华尔蒂里出拳非常少 而且距离感掌握的也非常不好 加尽别克比赛风格也非常稳 如果这种选择物发生在格鲁夫妻身上 肯定要速战速决的 哎 跟进结束他 还是没有 他可能选择慢慢踩使对手 好 继续前手 真假叙实的试探 为他后手做准备 这时候很多人会想 白脑裤你倒出拳呢 你等什么呢 因为他被骗好几次了 早注意看啊 这当中加尽别克的前手 也有他好几回了 哎 他束手了 后手跟进 挨揍了 他也试着调整距离来着 这一讲呢 加尽别克就上钩伺候 远一点那些摆拳伺候 也就是说 你的速度也不输人家 你没法玩啊 就相差这么多 还是打到了第六回合 哥勒夫妻的接班人 我认为这句话说的点太早 技术是没大问题 但是有点优柔广断的 也缺少大大的洗礼 来着时间见他们 下班